在大兴国际机场我们设立了这个智能查验通道 旅客在通过通道的时候会被对体温进行自动的采集 如果旅客体温正常的话可以快速通过通道通关 画面中展示的便是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出境现场的其中一项黑科技 10月25日记者在这里探访了新机场海关边检出入境处的便利设施 据大兴机场管理中心介绍 10月27日大兴机场将进入东春换季航季 此次航季预计将有119条航线开通 其中有15条为国际航线 届时每天预计将有30个航班的乘客需要通过海关及边检出入境 因此提升旅客出入境的效率非常重要 出境的旅客海关与安检的工作现在合二为一 也就是说海关把自己的行李监管工作与安检的行李检查工作合到了一起 旅客只接受一次行李检查就可以完成海关与安检的全部检查 减少旅客50%的通关时间 在大兴机场的进境现场 我们在行李检查区配备了高速的CT设备 能够让旅客直接通关 您那就不用排队了 过了海关便来到边检出境现场 记者看到这里共有30个人工查验通道和20个自助通道 据介绍边检人员部署会根据机场提供的旅客信息进行调整 以信息化手段提升效率 为了让旅客能够更迅速方便地通过边检 大兴机场的自助通道也进行了升级改造 一方面新的自助通道无需再刷登机牌 只要刷身份证件即可智能匹配旅客信息 另一方面录取面部和指纹的设备被安装到了通道中间 这在中国上述首次 此外自助通道上方的视频防尾随系统 智能软件提示旅客调整过境装束 AI分析航班 这些黑科技在大兴机场的广泛使用 提高了旅客出行效率 也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